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她与她的抗病有关 当然说得病的 得帕金森啊 或者这些啊 老年的痴呆 病很多 但是你爸爸确实这个 就是说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原因 但你爸爸确实与抗病有关 当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就看到头烧扎满了针 就是它是有关的 但是难道当医生真的就是就可以 说是把这些病扎到自己头上吗 或者不是是慈悲心不够你爸 做医生首先医德就是大医啊 就是医德很重要 就像我也给人看遍 但是慈悲心是第一位的 就是甚至是佛教里边有诸法你知道吧 密宗里边有诸法 修诸法 就是通过沙来超度的 有些比如西藏以前 边缘有些地方 连华城上司啊 很多人大使在西藏要传法 那些是渡不过来的 有其他宗教啊 有些你跟他讲法 根本就不听你的就是外道嘛 就渡不过 那只能杀嘛 就斗法嘛 那只能杀 但是所有的隆天护法 还有佛菩萨 这个诸法是用慈悲心作为地基来杀的 如果你没有慈悲心 那就是杀生嘛 那就是杀嘛 就杀就不在佛学里边 它不成为一个法 就那个诸法是用杀来超度的 但众生来说 你带着这就像 带着慈悲心杀就像什么 就像妈妈爸爸打孩子 虽然行为上是打 其实里边是爱啊 你必须有这个地基 但是如果你爸爸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里边有说 嗯 有什么东西附在人身上了 有诚恳 他众生不平等嘛 我扎你 就是我把你扎跑了 就是说有恨 就是说有分别性很重嘛 就是就是你外邪 外邪你为什么附在他 我扎了你啊 他慈悲心不够 就很愿意招人力远 知道吧 就跟他 跟那个人 他从他身上把他扎出来 就跟上他了 就就就是跟你没完 是吧 你扎伤我了是吧 或者是什么 然后假如说有人负载 拿谁举 拿我举例吧 有个人负载我身上 有个东西负我身上 如果你爸把我扎 扎他跑了啊 但是你爸不知道我跟他有什么因果 也许上辈子我把他吃了 或者是我杀了他 那这辈子他就要我命嘛 嗯 这个时候 这要命 这没办法 这个你怎么怎么解决 你的慈悲 要么你跟他讲法 要么你渡不了他 如果你杀他 你的慈悲心要具足 你能化解了这些匿远啊 如果医生说 为了炫耀自己的技能 或者很容易沾染一下 嗯 如果你爸现在已经没 他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做了啊 他已经 你说你生起个慈悲 他也生不起来了 听不懂了 已经啊 嗯 你为他做操拔吧 做点法事 操拔 回向给你父亲吧 反正 啊 起座也就起了 起不了就起不了 那就是嗯 但是儿子为父亲做还是 不管怎么样 尽点心嘛 就是啊 你没想去超度台啊 或者什么 都可以去寺院 都可以 啊 能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只能 有时候 因为果报来了 我们只能是尽力了 尽心尽力 因为我们能力都很有限 啊 就是尽心尽力 能做成啥 算啥 就是这样子 学生的 能力 去 在哪里 尽心尽力 成长 摩托 也是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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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